而前苗栗縣長徐耀昌他在選前倒數七十二小時關鍵時刻就在臉書PO出了簽字文 批評國民黨也投下了見看淡 徐耀昌就提到說在他擔任苗栗縣長的時候曾經向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來求助 但是周數都冷淡對待 也讓他感受到中央的冷漠 反而最後呢是民進黨政府伸出的元首來建設苗栗 徐耀昌甚至喊話要郭台銘別為國民黨流淚 這文章一出隨即引發熱議 退出國民黨的前苗栗縣長徐耀昌十號深夜PO出簽字長文怒批藍吟 徐耀昌表示擔任縣長時才向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求助 卻被回了去我又不是做仲介的 讓他感受到中央的冷漠 最後反而是民進黨伸出元首 同時他也喊話郭台銘別再為這個黨流一滴淚 文章一出引發軒然大波 不過衛健也傳出質疑聲認為選前關鍵時刻是否故意PO文帶風向帶許耀昌駁斥 其實非常非常多的人都知道苗栗縣面對的困境 他這一次我們就需要把握這個機會 苗栗縣長周東景則向徐耀昌隔空喊話 希望他相忍畏國 徐耀昌選前PO文批國民黨是否投下選情震撼蛋掀起熱議 這位彭光許苗栗報道